現在是要當短打部隊 還是低階長跑好鼓呢? 來胡樂把 一檔一檔 先給你看 歡迎光臨胡樂把 我是小學徒平君 我是大廚曾宏 大廚 我最近走到 事業的第二村了 我要去當農夫了 因為現在缺糧 是時候該 挺身而出了 當什麼農夫啊 我還當著你的眼睛瞇著笑咧 當你熱笑 當你和客人 當你吵 你怎麼知道有缺糧啊? 我都有觀察股市在漲什麼啊 那我就不懂你 為什麼不去股市撈一下就好了嗎? 因為我在等大廚 你上菜啦 第一道菜是我們的良德店 它是連接器廠 它舊廠的土地開發案 傳出喜訊了 在受惠Type-C 傳輸線持續導入 多項的IT產品 這個是長線可以投資的標的嗎? 那入場的時機點 又是什麼時候啊? 唉唷 小學徒不錯喔 唉唷 不錯喔 對它的基本面還蠻了解的 但是呢 要去注意了 它目前啊 這個以短線操作為主 喔是短線喔? 對 但是呢 它37塊以上 所以它賣壓比較沉重 可是如果有拉回到季線的話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甜蜜點喔 菜單上的名譽是誰啊? 這個是冷門菜色吧 我看它爆量又跳空 有人說大家都趁這個機會到或跑了耶 其實啊這個名譽啊 大家可能沒有聽過 但是啊講到這個3060的名譽 大家就聽過了對不對? 他們是什麼關係啊? 他們是母子關係 當然名譽就是子公司了 目前為止啊 跳空上去時 被出現一個急速的拉回 可是喔 它的K線形態已經打出了 10個月的大敵 所以說啊 這邊的拉回 假設有回到月線的話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甜蜜點喔 下一道 辛龍還有菜單上的台肥 最近化肥股很強耶 但是這個題材感覺是走短線吧 沒拿捏好的話 我看自己都要下去當肥料了 目前為止喔 這個為什麼這些肥料股會往上走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俄烏之戰 因為俄羅斯啊 跟白俄羅斯 他們是全球第二大跟第三大的 假肥的出口國 那換句話說這個打戰打下去 它就沒有辦法出口了 所以造成目前的全球假肥的肥料 有出現欠缺的行情喔 而且報價還大漲 對 報價還大漲 所以在這個地方啊 台肥啊 如果有拉回到這個69塊附近呢 以及這個辛龍啊 有回到31元附近呢 我覺得它都是一個甜蜜點喔 大家愛吃玉米嗎 喔不是是玉米啦 散裝航運近期有比貨櫃三雄來得吸睛的感覺 可是當衝客很多吧 他們適合短打吧 我還想要再來一次 這球也點得不錯 五朵滑下去 沒有辦法傳了 像是玉米還有四維航 他們該怎麼操作啊 其實喔 這個航運股喔 不管是哪一檔股票 幾乎都是短線客的最愛喔 對啊 因為他們量比較大 那量大才好衝嘛 所以說啊 目前整個航運股裡面喔 貨櫃三雄短線上真的會稍作休息喔 可是呢散裝航運喔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法人 反而開始在逢低布局 那尤其是玉米喔 在這個地方啊 很多的投信 開始在做加碼的動作喔 雖然加碼動作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呢也會去支撐它的股價 那所以說如果玉米的股價 有回到季線的話 反而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買點 可是在四維航的部分喔 就可能要稍微去注意了喔 因為四維航啊 基本上在42塊錢以上 他有一些所謂的解套賣壓 就比較沉重了 對 換句話說如果42塊拉回以下的話 這個地方反而比較會是一個甜蜜點 但是有一點你要注意喔 如果跌破40塊的話 多單可能就要停損出場喔 大廚不瞞你說 菜色雖然一一公佈 但我聞的都是隱藏版的菜色箱 洋菇會飯 喔這個洋菇會飯喔 真的要好好給他吃一下喔 投信的法人啊 包含外資也好 自營商也好 竟然啊 在這個短短的十天之內 他買了將近快三萬張的股票 哇那很難得他們都在買 對 最近很多都是土洋對作 沒錯 那不但如此喔 他的股價竟然還沒有大噴特噴喔 換句話說啊 他現在還在稱呼喔 隨時有一飛沖天的機會 那再來呢 他去年的EPS 已經賺到超過十塊錢以上喔 那今年他還會繼續的再成長 那更不得了的是什麼 他的前兩個月的營收 竟然比去年的同級啊 成長了三倍 像這種股票啊 不管是從未來還是從過去來看 甚至於從籌碼來看 他都是非常的亮眼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到底是誰喔 想要知道陽顧會犯有多美會的話 記得加入股市同學會的Light跟Telegram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就當做你們給我們的五星好評 胡蘿蔔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